春開雲旺, 人人都當旺 對了, 就快過年了 在新年裡, 如果我們穿得漂亮 人都會更聰明 整年都會稱心如意 對, 嘉營姐, 我最喜歡過年 所以早就買好新衣服、新鞋 準備迎新年 相信玲玲師傅也準備了 全新的新年套裝, 迎接老夫年 當然了, 中國人最重視過年 穿得漂亮, 自然全年都開開心心 順順利利 那就對了 我們今天請來這三位嘉賓 想請教玲玲師傅 如何漂亮得來, 又行好運 好, 歡迎羅天宇、馮瑩瑩和蔣家文 有請 謝謝 馮瑩瑩、蔣家文和羅天宇 先後獲得飛躍進步藝員獎 是新一代的演藝幸運星 除了不斷尋求突破 接下來在老虎年 他們一定更加紅運當頭 歡迎三位嘉賓, 歡迎 玲玲師傅 我們三位嘉賓跟嘉營姐一樣 很想說漂亮得來, 行好運 我想知道在老虎年 我們穿衣服為何比較當運呢 老虎年來講, 五黃入中宮 所以米米黃黃的顏色比較適合 但其實穿衣服要好看過人 你看看我整個衣櫃都穿紅色衣服 就知道一般來說最好跟隨自己的命格 例如春天出生的朋友 正月、二月、三月出生 木黃黃, 綠色用少一點 多用米色、白色、金色 這對牙色會比較好 夏天出生, 即是農曆四、五、六月的朋友 通常火黃, 紅色用少一點 多用藍色和波浪形的圖案 就會比較好 秋天農曆七、八、九月, 金黃 白色用少一點, 金色用少一點 綠色和間條的東西 最適合秋天出生的朋友 冬天農曆十、十一、十二月 就像我們這些火的顏色 紅色會適合, 黑色、灰色用少一點 明白了 我春天出生的, 我金色、黃色的 所以我穿一些登基衣服 對… 不過玲玲師傅, 除了衣服的顏色外 眉毛也很重要 我天生眉毛比較稀疏, 沒眉涼 所以很早前去做飄眉、霧眉的療法 不知道這樣對運程有沒有影響 眉的確很重要, 尤其是女生 我們說眉是一道閘 道閘長得穩, 老公不會出去煮 所以眉比較濃, 老公比較聽話 沒眉的女孩子對老公沒什麼管束力 男生方面呢? 男生方面是責任感 我經常說選男朋友應該比較眉濃 眉濃對家庭的責任比較強 而且眉濃的男生通常怕老婆 但通常眉髒的人性格較急, 會比較兇 如果眉幼一點, 看得到底 女生來說, 做家務比較厲害 眉太淡, 有時執行力較差, 虎頭蛇尾 說得對嗎? 對 小姐, 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小時候是亂針的糖味 是不是應該弄回它? 其實通常眉同時代表兄弟姐妹 所以斷眉, 兄弟姐妹的運勢會受影響 而且通常左眉代表左手 左手容易受傷, 右眉代表右手 都要注意一下 我兩邊都弄傷了 是嗎? 是嗎? 怎麼弄傷了? 左邊是流冰, 被人弄傷, 滑在水冰上 右邊是家裡… 我媽媽以前有焗油機 她有通, 中間有通, 所以想調低一點 我幫她弄, 原來裡面有個很強的彈弓 一下子彈上來 很危險 兩邊都亂, 所以要看要不要… 要怎樣收拾一下 怎樣可以補救 對, 會比較好 遮擋了巴痕, 一來, 二來 那幾年比較保守 因為受過傷的位置 等於那年或部位有一點不足 31至34歲的時間都會流心 微微主料就是33、34的運程 我平時很喜歡做水晶甲 在老虎年, 例如什麼季節的女生出生 應該要製造什麼顏色? 本身老虎的性格有點獨行獨斷 有否一些吉祥圖案? 我們剛才說比較好的顏色 就是米色、黃色這類顏色 其實我自己會覺得 因為老虎本身的形象比較獨立 而鴿的生肖是屬狗和屬馬 這類公仔圖案也會比較合適 是, 玲玲師傅, 我們女士很貪美 又很懶, 所以現在很流行直接毛 接下來虎年又適不適合直接毛呢? 如果以開運化妝的話題來算 眼睫毛其實也要配合眼睫毛 譬如太長的眼睫毛 代表神經衰弱 人家有神經質或很緊張的人 眼睫毛天生比較長 如果短的話, 比較現實、實際 當然, 我們出鏡 每個人都會長一點, 比較漂亮 再加上大眼睫毛 我覺得不是人人都適合做的 因為黑眼珠太多, 叫做孩子眼 尤其是女生經常被感情欺騙 我想問一下, 因為家裡有小朋友 老虎年有什麼動物可以帶 或者卡通人物 偏向帶哪一種配色 或者三方面有什麼動物是利小朋友 以前老虎也是一個保平安 傳統上, 譬如小朋友 很多時候有斧頭帽子、斧頭鞋子 用來給他們的 因為傳說有闢邪的作用 說老虎曾經打贏幾場仗 他從玉環大帝說 如果我打贏一場 你就幫我加一滑在頭上 他打贏了幾隻動物 最後贏了四場仗 所以有個黃字 以前很流行, 寫個黃字 在小朋友的頭上 穿個斧頭帽子或斧頭鞋 也是代表可以… 你有嗎? 我覺得很適合你 是嗎? 真的有個黃字在頭上 對, 代表是闢邪和保健康 那什麼時候戴是最好的? 以前是這樣的 通常很多時候 受光, 或者他們覺得難養 或者是多士肝 希望戴著, 可以披斜 玲玲師傅, 我還想問 代表我們一眾的女士 有沒有什麼新春開運化妝帶髮? 例如你什麼季節出身的女生 如何化妝會特別對運程好呢? 化妝的確可以提升運勢 但不說季節 反而看你自己面部的一些特徵 譬如有些女生, 拳骨很高 因為拳骨高給人的感覺 好像很難接近, 而且很凶 化妝的時候 我覺得不應該再強調拳骨 例如掃胭脂 可能要掃低一點 好像倫家女孩 兩個胭脂比較淺一點 讓人的感覺, 親和力比較強 因為這樣好像很難親近 好像很凶 如果你淡淡, 粉粉, 又或者有膩膩 感覺好像很想先吃一口 很想親近你 其實也是一個心理的影響 所以如果你能遷就這些化妝 在臉上就自然開運一點 很感謝玲玲師傅的提點 我想我們大家在老虎年 一定越漂亮越行好運 也很感謝三位嘉賓 今天上來跟我們聊天 老虎年, 我們祝大家龍精虎猛 虎虎生威 還有新年吃極不胖 太好了… 我們現在仍然沒有吉星照著 代表要親力親為 通常沒有吉星照的時間 我們會借對公的星過來 但借過來的星只有三成的力量 我們借到屬馬的三台星 將星和堂扶星 三台代表著步步高星 好像樓梯街一樣 而將星是領導才能的星 有這兩個星 其實事業運的發展算不錯 所以今年花一點點心力在事業上 但感情運和財運方面 相對上比較弱一點 另外在這個年份裡面 因為有天狗和釣客 天狗釣客是出門的驚嚇 所以要出差的朋友要特別小心一點 因為天氣的變化 寒班的延誤 以及容易不見財物 在這個年份裡面 出門最好就是購買旅遊保險 優惑者不要參加一些危險活動 對她之外, 完全是 Challenge 也會決定, 讓美女士 嗯, 讓美女士 prueba, 你說 可以出來, 在我 entwickelt 我覺得大陸 productor 看到美女生 Ide 也會結束的朋友 结婚再走桃花运的话 是代表着容易有三角关系的 红乱星顾名思义是一个桃花星 如果你做的行业是与销售有关的 或者见人 今年都会做得相当不错 但是空星方面 我们有蜜月星和病扶星 蜜月是面对陌生人带来的压力 所以无论在环境或者人际关系方面 我们也有一点压力 也容易伤风感冒 在这个年份最好是强身健体 所以多做一点运动 就自然平平安安 熟老夫朋友来到本年 就叫做饭本命年 饭本命年是犯太岁的一种 中国人说 一起挡山栽, 无喜是非来 太岁当头坐, 无喜必有 犯太岁的年份 如果有大的喜事充喜 包括结婚、添丁、买房当然是最好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要有心理准备 这些年份变化比较多 好, 幸好都有吉星照着 有文昌星和岁架星 文昌代表读书考试特例 如果今年要考升职市的话 要把握一下 岁架是皇帝出床的星 事业, 大家都说老板挺欣赏你 要小心就反而是身体健康方面 因为有剑锋星 剑锋是金属受伤的星 开车的朋友要小心 过了年之后捐血, 洗牙 就自然可以补平安 另外还有子贝星 子贝是代表被人冻背 今年的人际关系方面 比较紧张一点 我们记住, 小说话多做事 不关自己的事就不要说了 那就自然好很多了 对, 好是 属肚很。最既来到老虎年 算是非常不错 Aトウや老虎的的时候 当然吉祥队因为宫和JR是好朋友 再跟泰穗是好朋友 自然做事就会顺利了 但是也有30%的朋友 是会经历了波节 要小心点, 所以调吉� what they look 导致床空 兔子今年的桃花 growth 相当不错, 因为有夏天 夏天为男性贵人 单身的兔女要把握年份 你会遇到一些心仪的对象 太阳也是一个照远处的星 代表着可以往外发展 做生意的朋友不妨拓展一下海外市场 另外天月这个星也是贵人的 所以今年贵人的力量是相当之强 在空星方面有咸词桃花 咸词桃花是代表一些比较短的桃花 又或者所谓的烂桃花 所以结婚的朋友就不要对人太热情了 因为很容易引发三角关系 另外还有晦气星 晦气是跟人沟通不足 对长辈或者对同事说话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有时言者无心 听者有意 熟龙的朋友来到老虎年是无冲无盒 他没有犯太岁 但是又没有吉星照着 没有吉星照着的时间 代表很多东西都要亲力亲为 所以熟龙的朋友今年要有心理准备 是辛苦一点点 而正常没有吉星照 我们会借对公的星过来 我们借到熟狗的华盖 华盖是皇帝的天盖 亦是那个罗山 它是艺术才华的发挥 如果你做的行业是跟艺术有关 算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星是非常不利桃花 和人制关系的 因为有孤方思想 独行独断的意思 所以今年来说 如果是做一些生意 要面对人群是差一点点 但是如果做艺术的东西 今年名气运和创作运 都是相当不错的 另外做一组空星照着 今年有桑门星、天池星 桑门和天池是家宅运的 一般的星 我们注意老人家身体健康 又或者帮他们换一下家具 装修在家里 都可以提升家庭的运价 所以今年是辛苦一点 犯太岁的年份 始终有大的喜事充喜 包括住结婚、添丁 卖楼当然是最好 没有的话今年就辛苦一点 起落比较大 幸好都有吉星照着 有泰阴星 泰阴本身是女性的国人星 所以属蛇的男孩 今年遇到女个人的机会是特别多 又或者打官一族老板是女性 对你都有特别提携的作用 另外有育堂星 育堂是代表金育满堂 其实财运方面 今年算是不差的 只不过身体健康 尤其是关节方面的东西 就要小心一点 今年也有贯索星 贯索是代表金钱的瓜葛 今年合作的话 我们要分清楚 钱、怎么做事这方面 否则很容易因财失意 新春开混凰 人人都当王 家燕姐和居明大师都是成功人士 有什么成功秘笈去教一教路呢 我没什么秘笈 我觉得做事最重要是全力以赴 还有, 敢不敢去请教大师 因为家燕姐一定打电话给我的 所以这集我直直是说 手机开混法 好 要如何撥一些应用程式 去按下去才行运好吗 好啊 那么有兴趣 不如请出我们今天的行运之外吧 好啊 首先有请你连Sabrina都很欣赏的 许静韻 还有榴莲蝇星女主角的曾乐彤 有请 有请 许静韻, 曾乐彤是网民心目中的 气质女神 除了作为歌手之外 她们还以KOL的身分 透过网上平台和粉丝互动 吸纳粉丝能力超强 这两位嘉宾 Angela和周乐彤 你好 刚才你们许了个圆 可否告诉大师你们许了什么圆 是, 我选了绿色的圆寶 就是财星高照 很厉害, 财星高照你选绿色 是 这个叫木火通明角 特别是在今年那些绿色 你看你今天穿绿色衣服, 金燕姐 老虎年真的适合了 原来今年老虎年 是木地年的第一年 所以逢避很旺的绿色 而你的八字刚好就要木 恭喜你, 财星高照 好 曾乐彤呢 我选了金色的线 我希望下年的新戏票房戴上 一定戴上, 为什么? 原来它属金, 很多火是名气星 所以如果金更厉害, 名气星更加上一层 你选了金色很厉害 大师 是 有一件事想请教你 是… 很多朋友都知道 大师你有手机开运法 可否教我们 因为现在手机我们每个人都要用 原来每天按手机 原来手机里面有圓妙的 如果你按的位置, 整个都按错了 真是行水运 所以快点拿手机出来 是… 所有观众 大家都拿手机出来 一起来学开运法 我想每个人都在手机身边 是 我也在这里 不过我将它变成一幅图给大家看看 现在我们说的手机行运法 只在2月4日, 也就是2022年 2月4日立了军后才开始运行 原来大家将手机的萤幕 将它分成九格 这个叫九宫飞升 原来每一年飞升 都会根据不同位置飞附 是有吉有空的 如果你的萤幕 全部放在吉的位置 那当然好 如果放在空的位置 你每天都按住不好的位置 于是你就会产生不好 我解释给大家听 这个三壁升是是非位 这个五王位中宫是今年最坏的 二黑病符是西南方, 也是最坏的 你现在看看你的应用程序 当然是按应用程序的 看这个 所以你每天按这个 你按这个最多 是… 经常跟人聊天 你就不要在病符位置 就要搬到这个八百飞升位置 所以给大家看这个 这三个位置 就是你们在2022年 最好的三个吉方 你平时经常按的位置 多数都用了这些 而每个位置原来有特别不同 所以你们想想 你最紧张的是什么 我先问 又不是最紧张的桃花 原来根据九宫飞升 原来正在南方的位置 就是九指尼火, 就是桃花的位置 所以你把你和男朋友聊天的应用程序 全部放在这个位置 我也想问 我想问今年要放什么位置 才可以当时得利 当时得利 当然这四个字大家都喜欢 对, 是不是 原来现在正在走下园的八轮 所以逢着八百飞升飞去哪个位置 那个位置就叫当时得利 当时得利是两个含义 第一, 当然是最红的 是 第二, 代表赚钱是立即赚到的 不是明日赚 是立即收钱 叫唐时得利 这个很重要 这是我最喜欢的 对… 主要是在东北角 就是这个位置 东北角 你把Apps撥到这个位置 最重要的是, 嘉莉姐 你的银行那个 古廟的也是在这里 东北位 就是东北位, 就是这个角落 健康也很重要 我们不可以生病, 要常常开工 所以有没有病位要特别注意 不要按摩 Sabrina, 你真的不太擅长 这个我们个人都害怕 是… 嘉莉姐, 你看二字飞到哪里 这个位置 这个叫巨门星, 二黑病符 今年飞到这个叫西南角 所以如果你的Apps 买到这里, 每天按着它 那就吹旺病符星 你每天都要找医生 整个按摩就不舒服了 所以尽可能今年 就不要按这边这边的Apps 大师, 现在因为疫情关系 当然我们通常用手机 但有一件事最多的 就是个个人在家里播剧 播剧? 是 这个是城市习惯 是 我也煮得不得了 煮剧的时候坐的方位 是 有没有关注呢? 如果坐得不好 就不然是煮剧 自己的运气又不错 嘉莉姐, 你现在真的很厉害 连煮剧的位置也要问我 是 你想想, 真是的 你想想, 如果经常坐在这边煮剧 如果一部剧煮了二十多个小时 虽然不分一两个小时 但很多时我们都不断十多个小时煮 是 如果坐在那边就大件事, 是吧 原来最佳煮剧的方位有个秘密 你先拿手机出来 是 秘密 为什么这手机有方位 这手机的方位 是 是 你也说了 是, 有… 你坐在那边的时间, 要煮剧的时间 你立刻拿手机出来 看看自己坐在哪个位置 记住, 南北向这边就赢了 什么叫南北向呢 你向南位或向北位都是赢的 怎么可以 要不就向北边 要不就向南边 这边是南边 这边是南边 这边是南边的位置就有点麻烦了 为什么呢? 如果你向正白白的东北方 但是坐在西南方 西南方是病符位, 所以又不行 如果你坐在东方向西方 东方是是非位 你一煮剧十几个小时 坐在三门是非位 这就大事了 我又想问一下 煮什么剧对我们 会有影响吗? 当然有影响 是吗? 那也有 譬如煮西方的剧 例如外国剧 那些是金 你本身是生于春天, 要金 所以你煮外国剧 对你来说有点好 我第一个是看Jimmy B的剧 所以说四季也是对的 四季 再细分就是你本身看外国剧 我会看制作 学习, 学习 增广见闻 是吧 意思是你如果是煮外国剧 那段时间是更加幸运感上天花 因为那段时间是更加幸运 是 譬如你本身是升于夏天 所以其实你要水 水代表北方 所以你煮内地的剧 那就可以了 我们香港人很常常煮内地的剧 是 因为很多选择 对吧 那我是否也是煮内地的剧 你簡直是旺内地 因为你跟他真的像夏天 两个一样 你明白吗? 所以你也是煮内地的剧 我也是… 你也是要煮内地的剧 所以我看好电视频播放的日韩剧 又是否適合我呢? 日韩剧就是木, 適合你 所以新冬天的人 其实都很喜欢煮韩剧 或者煮日剧 韩剧现在最行的 其实是很多火、很多木 所以你煮的剧 其实你一坐在那里 十多二十个钟 或者你真的看几天 所以其实也有分 那剧种方面会不会有影响呢? 譬如有些打打杀杀的 是否未必適合某些人呢? 譬如现在接下来 爱情戏就是那些叫狗子离火 现在白运走狗子离火 所以如果你煮那些 是属于爱情的戏 那你就属于未来运 属于桃花运 如果你古装的戏 就算退运了, 吃虧的 你现在发现古装戏也是吃虧的 因为有点退运 所以最好就是时装戏 现在的时装戏套套 我们现在看到 最当时得令都是时装戏 是吧? 不知未来的老虎年 就要参考大师的意见 坐南向北或坐北向南去煲戏 那就越来越好运了 是 没错, 谢谢李公平大师 还有谢谢Angela、许静韻 和曾彤上来做我们的嘉宾 是 谢谢你们的邀请 还要特别多谢大师的字典 你北方多点水, 太好了 好 祝大家新一年好运常在 还有时刻有贵人相伴 好, 祝两位 是新闻亨通, 心想事成 各位观众要继续贴着我们 新春开会望 一次过能够见到佛祖舍理、菩萨舍理 和缘分舍理, 今年一定更顺利 宋马的朋友 今年和虎形成三合的结构 店铺不是太怕镜 不过镜对正门口 在我们来说也是容易受伤 因为门和镜是双冲的 年初五, 从9点到11点 那就是全年的最佳吉人